快為金鐘五十按讚 天天送五千 還有機會玩彩金搖搖的抽六萬大獎 爛聲響不停 北市府官員拿著手機滑來滑去 看LINE掌握輿情任務 但卻發生正風處主命 上班LINE股票訊息 不小心被抓包 控制團隊成立跨局處 輿情蒐集群組 包含柯P在內一百多人 9號早上9點才剛上班 9點10分正風處主命 林慧琴在向來不用回應的 餘親小組 賴出某科技股票 賣三張分批上市零組件 三分鐘之後才發現 賴錯群組趕緊致歉 也是下午5點 就立即召開考機會 那就依照規定 就給他寄過一次的一個處分 這個涉獵財經這方面的書本知識 非常的多 那我請問那他什麼時間 是在上班的 主命月薪約10萬元 被寄過烤機可能因此打矣 獎金減半少4.3萬 年中獎金如果無功過箱底 最多損失8.6萬元 但主命賴出這張股票 可是蘋果概念股 9月9號開盤下跌到93.5元 盤中上拉衝到高點99.3元 如果當沖玩股買低賣高 三張股票就賺了15%的月薪 1萬5千元 蠻厲害的 公司是不是應該要分開 是蠻厲害的啦 我覺得柯文哲應該會請他 就是分紅吧 號稱這軍原格的柯市府 用LINE下指令訴求高效率 但身為市府糾察隊的陣風處 主命卻上班討論股票 難怪IP螺絲鬆了 這紅明君傳聞台北報導